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亚洲美食节主会场设置了亚洲特色餐饮等八个展区 在每个展区里不同的饮食特色 不同的店面装饰 不同的制作流程 除去美食其中蕴含的文化意味 也让食客流连忘返 好多年之前吃过一次 然后说是有亚洲美食节 然后就过来找一下有没有咱们印度这个飞饼过来 正好从这看到了这家 就觉得给咱们有一些不一样的表现 看一下开开眼界吧 看一下别人的这种文化的展现是什么形式的 今天来我们展台 然后的顾客比较多 然后他们也是 从他们的这个语言来当中 我就能够判断出这个客人 都是非常喜欢泰国 然后经沟通和了解之后呢 和他们交谈之后 他们都是去过泰国三次四次 然后就说出非常纯正地道的阿卵 阿卵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好吃 阿卵妈妈是什么呢 就是非常好吃 在主打中国皇家菜的展台前 一场宫廷舞吸引了很多食客驻足 演员身着古典服饰 翩翩起舞 配合着展台上中国传统美食的摆设 一场舌尖上的文化之旅 在美食街的展区里上演 那么这个豆腐呢 也是咱们中国发明的 所以说也是远远流长 咱们这个菊花鱼园的这个制作工业 是非常反腐的 就是横切六百刀 竖切六百刀 就一共呢 是有三千六百刀这样一个工艺 它的形状呢 就是非常像菊花的一个样子 所以说大家也是比较喜欢这块菜品 比较有特色 出去能实际品尝到的美食 一间只能看不能吃的 三地全息投影餐厅 也成了食客们争相打卡的热门展区 走进餐厅 四周墙壁上投射出各国传统建筑 餐桌上则投射着 所在国家的美食佳肴 选取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海外的美食 比如说这个泰国的咖喱蟹 比如说土耳其的烤肉 比如说哈萨克斯坦的 比尔巴斯马克 这样一些比较有意思的餐品 用声光电的方式 让这个消费者在虚拟的餐厅里面 能感受到他们的形状 感受到他们制作的过程 有留下一些更深的记忆 穿梭在亚洲美食节的展区里 亚洲各国的美食 会让到场食客唇齿流香 而在其中 蕴含着的舌尖上的文化 味蕾下的科技 也让一场文明间的对话 在此间悄然上演 感谢观看